大家好,我是夏妈,早上好 我们家今天早餐是吃的寿司 是不是和外面一样的 我用的就是家里面经常吃的大米 给淘洗干净 和煮饭平常也差不多的水量 放到电饭锅里面 昨天晚上九点半预约的 预约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左右 起床就是一个保温的状态 拿出来倒上一点寿司醋 我额外加了一点香油 这两种拌出来的口感要比纯醋好很多 用份勺拌均匀就可以了 先放到一旁给它降降温 趁这个时间来煎上一点蛋皮 我打了两个鸡蛋 里面放了一点点食用盐 调了一个底味 这里给它搅散 平底锅里面喷上一点油 锅热了就把蛋也倒进去 多换几圈 趁它没凝固的时候 这样它里里外外都是厚薄一致的 撒一点芝麻蒸香 然后周边翘起来你就给它翻面 这样蛋皮就煎好了 卷起来稍微给它切成细丝 它里面会搭配一点黄瓜跟胡萝卜 其实你还可以煎上一点那个午餐肉 或者是火腿加进去 他们可能更喜欢 黄瓜胡萝卜可以尽量切细一点 我觉得吃进去的口感要好很多 这样就准备好了 酥饰粘要用保鲜膜裹住 好包的同时它也不怕粘饭粒 差点忘了还有这个翠天黄萝卜 酥饰海苔春天里面肯定都会备有 我还是上一次做那个紫米饭团的时候里面还剩下几张 周末出去玩或者是春游的时候就做饭团 寿司就比较方便携带 我一般也就是春天才会备这个东西 把那个饭不平整就像这样子 然后第一次摆入这个黄瓜 煎好的蛋皮胡萝卜 还有酸甜的脆萝卜 给它摆上去 家里有肉送你就放一点 没有可以不放 我挤上了一点沙拉酱哈 我包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先给它稍微的覆盖一下压一下 然后你把链子拉起来的时候往下压 然后收口像这样子卷起来 你不用管它怎样子 你包出来的话呢它是很紧实的 就尽量的压一压 这样的话呢不会散开 因他们的喜欢 另外两张给他们挤了一点番茄酱哈 这一早上就卷了三张 给它切成块 家庭版本的自制寿司就搞定了 是不是和外面买的一样 味道也是差不多的 你给它多余的放到这样子装起来 早餐肯定一顿吃不完 下午饿了回来还可以继续吃 放到冰箱去冷藏 接下来给他们冲了一点豆浆和牛奶 我们今天的早餐就过来参考一下 水果是这个南莓 还剩一点食材 胡萝卜这些 我准备搭配这个海苔跟蟹棒 复刻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肉馅的纸菜卷 下午再做吧 我们先开吃了哈 祝大家周一愉快 我们晚上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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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